看华府新闻,小华府大事,这里是华府新闻节目 感谢Maryland Live Casino对本期节目的冠名支持 4月6日晚,中国鼻烟湖协会会长,公益美术大师张铁山来到华府宣传中国鼻烟湖文化 华府著名侨领,飞虎队陈纳德将军一双陈湘梅女士到场出席晚宴 并接受了聘书,将担任中国鼻烟湖协会名誉会长 作为新上任的会长,张铁山此次来美 主要拜访了国际中国鼻烟湖协会主席贝斯福特女士 希望能进一步与国际对接,传播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 尽管已经90岁高龄,但陈下梅女士依然精神奕奕地参与了当晚的宴会 她还在张铁山所赠的书籍上签名留念 并饶有兴致地和在场来宾一起唱起了卡拉OK 我们就是在收藏、整理、还有学术这一块 国内我们就会应该加更大的力量去加深 就是我们之间的交流 利用这些互动资源把中国这门艺术推广出去 此次晚宴的组织者 华府中餐馆穿闪名吃的老板柳奇透露 中国鼻烟湖协会向一步将会与世界鼻烟湖协会 做进一步的推广 在华府举办展览 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门艺术 中国鼻烟湖协会是政府认定的 也是一个收藏界深奥的一个协会 因为它的艺术非常特殊 对我们收藏家来说 我今天能得到这个荣誉 非常高兴 看华府新闻 小华府大事 华府华语记者赵真意报道